为了传承卷村文化 新竹市政府在将军村举办的 2021新竹市卷村文化节 不只有精彩的卷村卫视及文化讲堂 甚至还有精彩表演 信不少民众前往欣赏 享受复古的卷村文化 不管从哪里来 来到新竹都是新竹人 台湾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卷村的过往历史 我想我们并没有要遗忘它 那我们在新竹也把它当成一个 重要的文化资产 生活资产来做推广 今天的卷村的活动 我们在我们的将军村第一期的资讯 图书馆园区主行 这边事实上每两个礼拜 也有新兴市集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来参加活动 没有关系 卷村位一直都留在新竹 我们也期待第二期将军村的 修复工程赶快完工 这边一个完整的卷村推广 那也希望大家来到新竹 体验新竹位卷村位 新竹市早年卷村很多 其中将军村一带 甚至因为有许多将官级的军事将领 居住而得名 知名作家蔡师平也是卷村的子弟 他说卷村就是一群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民众 已经融入台湾 把这里当作是永远的家 卷村文化跟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某种卷村菜出来 某种卷村的文化的电影出来 某种以卷村做背景的小说戏剧 那么不断的推陈出新 看到他跟台湾的其他族群怎么样子调和 我很期望将来不只是我们能看到 查经这样谈客家的大戏 看到斯卡罗这种谈早期的台湾的原住民 跟台湾闽南文化还有西洋文化的调和 我也非常希望能看到更多外省的族群 怎么样在这块土地上结合打拼 然后他们跟台湾这个社会 逐渐的度过了这么多的政治上的纷纷扰扰 最后确立一个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 我觉得这个是卷村的人应该要体认 也是卷村外面的人也要认识的 卷村文化包含了舞蹈 饮食甚至早年的滚轮胎游戏 都是卷村人习惯的点点滴滴 来趟将军村开放图书资讯园区 参加活动 以便想象以前卷村生态的样貌 肯定会让民众流零忘伴 开播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